OK,大家好,我是Mr.Emmon So 今天會為大家講HKDSE 2016 Mathematics Core of People 1 Session A1 Question 5 請你畫面的訊息,如果你未曾理解我這7影片的理念 或者你如何正確地使用此影片,請你Posture畫面 否則我們可以繼續 OK,第五條就會講這個百分數 我拿了其中一節的文字給大家看看 例如 number of male is 40% more than number of female OK,那百分數呢,我們就有兩條公式 逢是percentage change 就會牽涉到new value和original value 即使我們做了這個trane of subject之後 三樣東西都走不走 就是new value,original value和percentage change OK,問題是 哪個是new value,哪個是original value呢 原來呢,在頂後的一定是original value OK 另外那個value就是new value percentage change就是40% OK,那我也會這樣說 如果我覺得那個 number of female 即是我判斷了它是original value 我會叫它是100%x 那如果女的就是100%x 而男的就是多40% 那就會是140%x 如果女是100%x 男的就是140%x OK,如果用這個奏率很快 OK,x就是number of female 180人加上男女 男的就是1.4個x 女的就是1個x 那就是2.4個x有10 那x就等於15 那他們的相差是多少呢 相差就是1.4個x減1個x OK,由於正數當然是大減少 0.4個x 那就是相差是30人 那就算完了 OK,這個百分數方法 希望大家喜歡 好,由於這個新方法 所以我用中文也做一次給大家看 好了,如果男會員人數 教女會員人數多40% 在那個教字後面也是 跟剛才的頂部一樣 教字後面那個就是original value 原值來的 OK,那另一個當然是新值 百分變化就是40% OK,那如果女會員人數 如果是原值 我就說它是100%x 就是一隻x OK,那女會員人數就是100%x 那男就會多女40% 那男就是140%x 就是1.4x OK,那切x為女會員人數 那男會員加女會員是180 OK,那1.4x加x 2.4x等於180 x等於75 OK,那相差就是0.4就是x OK,那0.4乘75就是30 計算完 OK,那很感謝大家 好,又到了百頭功女話 當年的時間 我們先看看2015年PAPA1的第7條 那2015年PAPA1那條 我記得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左手拿走 就給右手 所以左減12 就是右加12 有興趣去那裡看 另一條就是2015年的第6條 OK 那當年就用了幾個傳統的方法去做 那你有興趣可以看看 2015年第6條 另外呢 2016年的PAPA2的第10條 我也有做的 那今年由於我先拍PAPA2後拍PAPA1 所以這個方法都用 不過這個方法絕對值得大家去看 OK,因為那條題目是有兩個 Statament 就是Peter有它的Original Value Teresa也有它的Original Value 我不能夠假定兩個Original Value 都一樣 所以第一個Original Value 我就叫它做100%的P 而另一個Original Value 我就叫它做100%的T 當中就牽涉到一些代入方法去計算 有興趣可以去2016年的PAPA2第10條看看 中文版我也有做的 好,那就有什麼找我吧 如果你覺得我的work是howful 麻煩你幫我share出去吧 這支經文送給大家 因為我只能夠教到你少少的知識神 卻教了你生命 有緣的在樓下市大家間教會見 多謝大家,拜拜 拜拜